高雄也有状况 陈志忠夫妇搬到这里才第六天 也传出来有住户准备联署 要陈志忠夫妇搬出大楼的讯息 有住户透露说 陈志忠夫妇搬进来之后 声援以及反对的民众 打扰到了原本清优的环境 更让住户的隐私受到了威胁 陈志忠夫妇搬到高雄不到一周 有住户已经酝酿联署 他们要搬出人文熟悉 比较属于带你这几个人 他们都比较注重隐私 如果说像这一次陈志忠那旁边的这样 其实我们造成一些 一些住户的一些空调 声援的支持者 好奇的民众 媒体 人文熟悉外 现在几乎成了休息站 了解内情的住户表示 人文熟悉现在每平开价32万 每天却得忍受好奇的民众 以及媒体 所在楼下观察动静 甚至造成支持 以及反对的民众相互向下 我们要凑一就对了 亲友的环境严重被干扰 这都是陈志忠搬家之后所造成 因此住户才联署要陈志忠搬出豪宅 都有打扰一些住户 一些隐私 然后我就觉得 我造成一些住户的不便 前前陈志忠住在台北保来花园广场 住户因为受不了媒体全天后的关注 私下联署要求陈志忠搬出保来 陈志忠夫妇是否因此才受到压力 搬到高雄不得而知 不过人文首席住户如今也仿造保来的潜力 酝酿联署住户要陈志忠搬出人文首席 看来陈志忠搬到高雄要重新生活 得先从自己豪宅内部的住户先开始 这次新闻刘一轻松引玉高雄报答